EOS R,簡稱R,一台Canon於2018年9月推出的第一款無反光鏡數位單眼相機,距今發佈已經隔了兩年之久。 這集必不是從官方一宣布上市的時候就立即購買,從年初使用到現在大概隔不到一年的時間,那麼這支影片也不會是所謂的評測文,在網路上寫的非常專業的評測文多的是,那麼提到評測文,眾多的內容都會提到關於相機的優缺點啊,CP值的高低,以及堅不堅硬觀眾購買等等,可是我覺得大家卻很少思考到一個問題是,我的能力值不值得買這台相機。 總覺得好像很多人都會秉持著一個心態是說,技術層面這種東西可以慢慢磨練,那我就先忍痛把硬體設備買下來再說,可是欲望終究是會壓死人的。 買了R拍不到多久,碰,R5發布了,修正了R的眾多缺點,可以拍8K,還會過熱,這什麼玩意。 許多玩家紛紛拋售換新機,每個時間斷點買了觀望已久的機型,隔沒多久又會對自己當初的選擇感到失望,我得說科技是拉著人類,不,單純是拉著身為消費者的我們在跑而已。 所以,重新回到剛剛的話題,我的能力值得買這台相機嗎? 我想,至少對我來說EOS R已經很夠我用了,不然反問一句,你又希望相機的規格好到什麼樣的程度才會滿意呢? 這次的影片,就先讓我帶著各位來到孟假青山王季的拍攝現場。 那麼,我先試拍一張喔! 來!一!二!三! 一!三!二!一!三!一!一!二!同! 一!二!三!二!!oked跳舞! 翻牧�iate吧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猛甲青山宫是万华极富神奇色彩的庙宇 供奉的主神青山林安尊王 是为人民消除瘟疫灾厄的神明 每年农历10月20日都会在万华地区举行绕镜 俗称猛甲大拜拜 今年是猛甲青山宫建功的165周年 庙方特别扩大纪迭绕镜活动 邀请北中南全台多建庙与共享盛举 如北港朝天宫的北港妈祖 淡水清水祖师庙的洛比祖师 大甲圣母宫的大甲妈祖等众神相聚祈福 对于祭典活动 个人是第一次参与 算是带着一种游击战的策略寻找预期补助的画面 因为在人挤人的情况下 动线是被人潮所决定的 所以我也不能预见自己将会拍到什么 不过这种不可预期性跟平常街拍是截然不同的 在人身鼎废的活动下 进行拍摄受感受到的集体参与感是如此的强烈 人潮的躁动感搭配正耳欲聋的鞭炮声 我得说在身上腺素飙升的状态下拍摄的身体感相当特别 其中印我印象深刻的是民众观看祭典的方式 个人很喜欢捕捉观众是怎么观看这场活动 多过于活动本身 尤其是拜现代科技所似 民众蜂拥而至地将手机举到最高 肉眼紧盯着手掌大伤的荧幕 而非直视真实世界的一举一动 当下很强烈的感觉是 明明清零现场 人与场域的距离却如此的遥远 说穿了 我们都以为未来的自己会感谢当下的努力 撇除影像工作者因为案子的需求 而不得不全身贯注地捕捉那些疏忽疾事 我开始反思身为一般大众的我们 又是如何看待影像的 一场活动结束 混杂着大量的强影像与弱影像 生产过剩的影像将再度被尘封在诸多电子当中 党名仍旧是记忆卡的预设编码 而且不曾被打开过任何一次 当我们在谈论相机的时候 应该先将它拆分成两个层面探讨 分别是静态与动态 最简易的解读方式就是拍照跟录影 那我想会看上R的人 绝对是看上它的拍照规格 而不是录影 如果要选择录影的相机的话 请往左边有Sony或是右手边的Lumix R作为Canon初代无反相机 算是一种试水温的阶段 它有许多不完美的地方 还算可以的拍照能力 对焦很快 录影也算堪用 虽然Log根本不是Log 4K也是裁切的4K 但以个人的拍摄规模来说 R已经可以应付大部分的拍摄场合了 众多人观看影像的方式还是会透过手机 你能在这么小的萤幕上 看出什么细节上的差异吗 也许专业一点的影像工作者可以 但90%的人都会忽略 也许你我便是其中一个 而最让我们关注的依然是影像的内容 在学校的摄影课里面 老师提到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叫做 相机变聪明了 可是人却变笨了 所以在这边我不得不拿底片相机 跟数位相机两者来进行一个比较 机械底片相机 纯手动对焦 构图没有九宫隔线 测光也得自己来 然而正是因为这些基础却扎实的训练 让我对于影像的拿捏 有了更深层的体悟 也许现在的数位相机 真的很难把照片拍坏 但又有哪些照片是自己真心喜欢的呢 虽然整支影片的论调 好像是对于硬体设备提出一个非常大的批判 以及对于每个人生产影像的动机提出一个质疑 但整体来讲我觉得我依然是非常喜欢现在所使用的EOS R 就是因为它有许多不完美的地方 所以它才会更让我去思考身为拍摄者的自己 我的技术到底到哪些程度 相机再怎么好 最终拍出好照片的依然是拍摄者而不是好相机 我一直相信技术其实可以凌驾于所有硬体规格之上的 那么这就是我对于EOS R 以及这次拍摄经验所提供的一些想法回馈 那如果有对于我的摄影作品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我的Instagram 或者对于整个影片 整个拍摄内容有任何想法回馈 也可以在影片的留言处提供给我 那讲了这么多 大概就在这边打住 希望你们会喜欢 那么我们下次见